机动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特地邀请机动市副市长邱佩玲 以及文化局长江亭梅和七堵区长冯吉安 以及市政府参议杨贵杰和其他专业人士一起走访 位在七堵光明路上的铁道公园 集思广义交换意见 希望市政府可以积极规划 吸引更多人潮来铁道公园参观游玩 杨秀玉认为七堵铁道公园可以效法宜兰火车站对面的吉米公园 周边摆设著名插画家或是漫画家的人物造景 月台区则是可以规划放置火车车厢 贩售侵蚀忍热影 让游客可以有遮阳避雨休息拍照的地点 甚至成为网红网美拍照打卡景点 包括我们这个轨道这边有很多的一些老旧的车厢 那这些老旧的车厢 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车厢活化 变成咖啡厅侵蚀的一个车厢 我相信可以带动很多人流 也让我们这些爷爷奶奶带着小朋友 或是新少年 爸爸妈妈能够有一个休憩的地方 喝喝咖啡 或者吃一些轻食 或是铁路便当 那这些商家怎么样去运作 我觉得这个是 你要释放这些所谓的空间出来 还有这个 我们市府要有一些规划 才能够有所谓的烧香影子 让这些商家进驻 我相信一定可以带动地方的发展 那我是觉得说大家就是互相的一个 其实广益 我的用意希望说 让我们七堵整个商机带动起来 因为我觉得市长的一个 就是对他的整个政见 希望说把地方的经济带动起来 那我觉得说要因地制宜 怎么样因地制宜 我们地方条件在哪里 要用心的去规划 我相信可以创造商机 文化局方面则是初步建议将导入 IP文化娱乐的行销概念和做法 活化铁道公园 杨秀玉进一步指出 如果可以把铁道公园重新塑造成功 带入更多观光人潮 也可以连带把人潮导入对面的 七堵南新市场里面吃美食小吃 或是购买农特产品 也可以到附近的七堵火车站 一楼消费购物 连带让更多商家愿意进驻 目前空荡荡的七堵火车站 一楼商店街正向循环打造铁道公园 南新市场以及七堵火车站 金三角商业观光娱乐区 带动七堵经济再发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